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上午好 我叫艾小 我的很有名字叫点花花 我是从巴基斯坦来的 目前我是成都中医药大学的留学生 我就是医学专业的 我从小想当成医生 所以我对医学很感兴趣 今天我想跟你们反向一下 在成都中医药大学的经历 和我学到的新的东西 比如四诊 都是中国最紧续和传统的要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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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诊 首先我想告诉你们 我们的学校很美丽的 老师们都是有热情又努力 老师们讲课的方法挺不错的 简单的说我们的学校的学习环境 比较强 我对我的学校很满意 其实我们学校的整次都是非常美丽的 来到这个学校 后我发现了我的总文有了很大的进步 我认识到世界各地的朋友们 学到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和防速习惯 成了各种各地美食尤其是成都的拉 因为成都的拉 世界上最著名的成 有很多拉 在比如说火锅 女肉拉面 什么的 最后对中国的文化有了很大的理解 比如说春节的时候 春节的时候穿西尼花 红包 包饺子 中秋节的时候 人们吃月饼上月 虽然我不在中国 可是我从来没感受到 我不在中国 因为我在乡 上课程中也学到和感受到正在中国的感觉 这时由于疫情我们出不了中国 我希望我们早点能进入中国 能见到真凡林的老师们 凡林的老师们 谢谢大家 谢谢